近段时间有比较多花友给我私信说 这个桂花它的叶片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它的叶片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胶尖的情况 这里教大家如何去分辨 如果你的桂花也是出现了胶尖的话 那么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胶尖的形态 你看这个胶尖它这个部位是有一条黑色的线 它这个胶掉的部分和这个还没胶的部分 有一条明显的分隔 那么这一条线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代表这个问题是一种病害 如果它比较模糊 没有这种明显的分界线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根部的问题 大家注意分辨就可以了 像我这一排就是染了病害 染了病害之后该怎么办呢 第一时间把这个叶片给它剪掉 把这个干枯的部分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叶片它还有一部分是健康的 它还可以继续进行这个光合作用的 所以我们把这部分剪掉就可以了 那么再给它剪掉这个叶片之后呢 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进行第二步 就是给它用到这种本甲笔作纸和清水 对吸水500倍左右 直接给这个桂花进行喷洒就可以了 把它和清水对好 喷在它的叶片上 每隔5天左右给它喷一次 连续喷三次 那么你的桂花这个叶片胶尖的问题呢 就能够得到完美的控制 不管是我们的桂花叶片问题 还是茶花的叶片问题 兰花月季它们的叶片问题 只要是病害 由病菌感染而引起的病害呢 都可以使用这个本甲笔作纸来给它进行防止 一定要记住啊 先给它剪完之后 再给它进行喷洒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